未必有沒有本錢 未必有這個膽量和時間去評伴 本身是情侶的Sacelia和玉 雖然從事不同工作 但一直都有創業念頭 為了圓夢 他們在2017年就成立了破格空間 透過梳積課程去推廣梳積文化 我們本身主要是想將這件事發展在香港 因為梳積文化在外國、台灣、日本等地方 其實都在持續做這件事 但在香港其實是很狠猛的 所以我們就想 一直有實驗性質地開程 所以我們就想經過我們自己 建立這個行業化 將這件事發展在裡面 因為工作坊屬試驗性質 直到去年才達到收支平衡 不過他們坦然一路上 得到不少人的幫助 我們大有大做、小有小做 我們其實應該用了十萬來 然後就做了一個開始 即是包圍研究、買些材料 但這個我也很想提及一下 其實我也很感謝這裡的業主 因為它提供這個地方 其實租金應該都便宜了一成至兩成 除了編織課程之外 Cecilia還打算在明年 推出自家設計的產品 用自己的布製作一系列服飾 我們最主要除了做活動 即教學 就是出去和其他不同的中心 和團體機構去做一些 他們的workshop 甚至是一些展覽 例如我們在逢暑假 我們就會跟另一間機構 去做一些大型小小的展覽 在裏面展出梳織的文化 以及做出不同的 如何用天然物料 讓大眾真的可以有機會認識 甚至可以落手去試一下 玩一下 究竟是體驗一下 對客人來說 工作坊不只是學習梳織的地方 還是放鬆輸壓的地方 我們好像可以變成一個素府的地方 可以讓他們舒服一下 他們來的很多本身是專業 但專業之餘他們很高壓 他們在職報和聊天之間 我們見他們離開的時候 職員都會問 我們此後還有沒有其他班 因為他可能想再來 再放鬆一次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